这是德国的纳粹主义 为什么纳粹主义能够去德国的武器呢? 都是跟一战之后成立的政府有关的 一战之后成立的民主政府叫做威马共和 但是这个政府由他诞生的那一刻 其实都不是很受人的欢迎 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他签了凡于赛条约 这是相当侮辱性的 因为德国需要赔大量赔款 并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赠全责 第二,这个威马共和是不能够解决战后一些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 所以很快德国人都会对民主政府收到信心 跟意大利我们上一个影片也说过 他们都很想有一个很强大的领袖和政府武器 所以希特拉和纳粹党很快就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 因为正正他就是透过说会给这个 就是他会 应识了会有这个就业 和重建经济 当然啦 就是这么说的时候 个人都说得了 还有个人的魅力 和他的演说技巧都相当厉害了 所以能够吸引到人的注力和支持 纳粹党慢慢地 1932年成为整个德国的议会中最大党 并且希特拉也在1933年成为首相 那两边大家记得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威猛奉摩 就是不受欢迎 OK 这就漏了 没翻了 不受欢迎 不好意思 是不受欢迎的 那两边 OK 签了这个反依在条约 不能够解决这个战压的问题 好了 那之后 那我们看看了 那究竟纳粹主义有什么特点 那如果大家是刚刚看完那个法西斯主义的话 那其实呢 也有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 OK 所以呢 大家应该是觉得有些 有些共通的地方 那第一个也是 一党 和一人的独裁 那所有党就除了 纳粹党了 那这里大家记得 改变 不要背 这里 咦 记得了Farsis Party 那这里就有Farsis Party 那就错了 那再留意一下 那说回纳粹的时候 那就是纳粹党 那其他党也没有党 那政府啊 都是完全 由希特拉 希特拉 去完全掌控的 那第二个 都是和 Farsism 一样的 那就是Total Control 和Oppression 那就是整个个 政权呢 是控制了人的 Day Life Worker 和Education 一样的 那还有呢 这个秘密警察 去监察的人的 那这个完全呢 和我们法西斯主义 所说的特点 完全一样 好第三 个人的崇拜 这个呢 绝对少不了了 所以看到 头三个特点呢 其实都一样的 不过 在意大利 和德国的例子 就不同了 因为他们分别的领袖 和党都不同 但是大致上一样的 那希特拉呢 那些人会叫做Fluar 就是代表他的领袖 甚至一些人改为英雄式的领袖 他能够呢 是令到德国呢 是很强大 和是 是 战无不成的 那这个呢 另外一个 就比较特别一点了 就是德国呢 或者纳粹主义里面呢 先有的 就是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了 那这个反犹太主义呢 源自于呢 他首先呢 是相信呢 他们本身呢 Arien Rakes 这个是德国人的祖先 阿里安族呢 首先呢 他们的血弱呢 或者他们的 种族呢 是比其他族 休成的 就是觉得呢 种族之间呢 是有高低的 那他觉得德国人呢 始祖呢 Arien Rakes 是最高的 Superior to others 那和他们应该呢 他管其他人的 所以呢 有些人会看不起 看不起之余呢 更加呢 会针对他们的 OK 所以呢 他是会有些 去杀一些的油坛 OK 所以呢 为什么要杀一些油坛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油坛呢 住在德国里面的 那他们很害怕呢 就是觉得 因为阿里安人 是最纯种的阿里安人呢 才是 最值得 是被尊敬的 就是如果你和其他 种族呢 是通过分的话呢 那你已经是被污染了 OK 所以呢 他就说呢 就是要保存 这个德国人的一种 纯结 OK 所以就将所有油坛的驱逐 甚至杀 好像这样 那第五个 都是一样的 和那个法西主义 就是Anticommunism 完全一样 就觉得Card Struggle呢 是会 就是减弱了 那个的人民的情景啦 甚至是一些 国力的 所以呢 就会将所有社会主义 和所有共产的一些活动呢 都是震压的 Surprise 好 那么最后 都一样了 军事 和领土的扩张 好了 主要呢 德国呢 就放回那个 他的扩张呢 就是回欧洲那里的 那他说呢 为什么呢 有什么理由呢 就是说 要为他持续上升的人口 去找一些生活的地方 OK 说就说得好听 但是其实 你说每一个地方 都有上升的人口 难道就可以去 侵略其他地方了吗 OK 好了 那这就是关于 这个Narsisern 这些特点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记得就找我 问我 我尽量回答大家 OK 请问你 我们逛全店 订阅 请问你 你